而且他過去在對柯文哲的時候 就操作過一次了 其實他現在是同樣的邏輯 在玩這樣子的遊戲 只不過這一次的對象 可能這個集中的焦點 要看看賴清德怎麼處理 所以他在初選的時候 要怎麼樣才能贏呢 大家不要忘記了初選是全民調 是百分之百全民調 那他在他那個選區 到時候是不是藍營的支持者 對他越同情 他的初選的民調容易過關 容易衝高 我覺得他現在在想的可能就是這些 所以我們對他越生氣 藍營的越衝出來護航他 許小新越帶頭 他變成了所謂的綠營的良心之後 對他的初選其實是更有利 所以我覺得高嘉瑜真的是很有 這個小聰明跟這樣子的心機 來去盤算這整個事情 黨內有沒有看出他的這些手法 我覺得昨天賴清德他說 針對部分民代的言論 他談黨紀四點 我覺得若干程度已經秀了一個 就是說未來可能黨在這個部分 處理的一個規則跟他的底線 又是又什麼樣 比如說他第一點他說 暴露用的威嚇說幾句 對於這些不是事實的話 針對我們自己同志的批評 不是根據事實的你嚇說幾句啊 但是有建設性的批評 第二點不會封口 民進黨是一個大明大方的政黨 所以任何民代本於天職 要代替民意要去反映民情的 這個絕對不會封口 因為我們絕對是一個民主進步 而且自由的政黨 第三點非事實的話絕對不容忍 第四點違反黨記者嚴格執行 所以我覺得這四點 這已經基本的 已經大概把那個輪廓 已經把它勾勒出來 那如果說開除是有反效果的話 那還有哪些方式 可以處理這種有這個問題的黨員 就像剛剛瑞德哥講的 其實在整個程序上 一定要有黨員先提出來 就提出來說 他覺得高嘉瑜的 哪一部分的言行舉止 違反了黨紀 然後我們就會送評委會 中評會來去處理 我們是有我們的規則跟這個步驟 可以一格格來做的 那這中間當然會經過一些討論嘛 但是昨天賴清德說的 也是說他的原則 他想法是這樣子 那他丟出來之後 我覺得也看看基層黨員 所有民進黨支持者 大家的想法跟意見 我們都可以來討論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方向 大家來去規範 這個是好的 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也被點名的 這個何志偉 他說回歸請聽基層 大明大方是好事 總比背後插刀 放箭好一千倍 那就不知道是誰在背後插刀 誰在放箭 再來我們說財經網紅 胡彩平有說了 這個撲滅高嘉瑜的辦法 就是拿回民意 現在開除只會重創民進黨 景明哥怎麼看 這個是不是開除可能會反而是 我們說的後遺症可能會比較大 或是用另外的一種方式 我說停權的方式 就是說不要去提名他 這個可能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我覺得非常令人尷尬跟難過 因為我知道賴清德正是風塵樸樸 因為他從三重出發 幾乎把台灣都繞過一圈 那幾乎我們每天在過日常生活的時候 其實賴清德副總統 正在跟他的黨員 就是民進黨黨員 正在溝通 那麼傾聽民意 那當然這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去年真的敗得很慘 所以賴清德當然很希望就是說 所有的民進黨的黨員 能夠在會議當中 提出的是2024 這個能夠勝選的一個方程式 或者是黨內應該怎麼有新的方向 他是傾聽民意 結果高家瑜一出現的時候 其實整個讓 讓你賴清德要去傾聽黨員的聲音的時候 或者是這些在台北市民 在提供未來這個立法委員怎麼選 總統怎麼選 內部怎麼改革的時候 很可惜就是整個失焦了 等於是高家瑜自己一個人 成就他自己在網路上的一個聲量 我相信今天的高家瑜的聲量 應該又創了 可能又新高可以查出來 也許明天就知道 或者說他現在又是成為全台灣 聲量最高的人 你會覺得你把自己的聲量 凌駕於這個未來黨主席 面對民進黨內部改革的一個好的機會 這樣子做是對的嗎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他獻賴清德於不義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他要擔任黨主席 主要的工作 還是希望能夠在 我們上次有提到他五大五大的挑戰嘛 不論是內部外部 或者是這個執政的取得 還有包括提名 以及未來總統大選的一個法規 他實際上這一年很緊張 他本身自己要選要選總統 要做黨內的改革 只有剩下12個月不到時間 我相信每一分每一秒 賴清德對他說都是很緊迫的 還有包括如何把民調能夠 這個施政能夠拿回來 如何理據這個年輕人能夠重新支持民進黨 太多事情了 12個月真的 從禮拜天他選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嚴重挑戰 我相信每天看到 每每在提到賴清德的時候 那種壓力也可以感受到 我相信很多民進黨支持民進黨忠誠的人 都會希望賴清德在未來這10個月 每一分鐘當20小時來使用 竟我高家瑜把這個事情搞砸了 高家瑜讓賴清德上升的時候 第一次要不處理高家瑜 你覺得賴清德 現在要處理高家瑜事情比較重要 還是要把整個民進黨的事情拉起來 但是你現在高家瑜變成是 大家都說不處高家瑜 民進黨沒有未來 高家瑜你這樣做 對嗎 不能不處理 不能脫 你有良心嗎 我記得當時姚文智在選的時候 你在後面翻白眼 你表面支持姚文智 你撕一下支持柯文哲 我們忍了 那個氣我們忍了 因為很多民進黨認為說 還是不能讓丁守中選上 所以含淚投票給柯文哲忍了 可是這四年當中 你有任何改變嗎 陳時中不論你支不支持 他第一次的造勢活動 請問一下你高家瑜做什麼事情 蹦蹦跳跳的從那個演講台跳下去 當時他就想一件事啊 陳時中要選了 你好歹如果你不能去 你就不要去 你也不要作秀啊 也知道那是陳時中第一次的 所有台北市的立委的一個支持 或者是當地民意代表的支持 這麼重要的時間點 就又變成是你高家瑜的秀耶 結果陳時中做了什麼事情 大家也不知道 這個所有主持人 這個知名主持人 講了這個以示立法委員 講什麼都不知道 只記得一個畫面 高家瑜從台上 蹦蹦蹦跳下去 你需要做到這樣的事情嗎 需要践踏民進黨 來成就你最高的榮耀嗎 那我這樣講 今天我談一下 這個王月衰說的內容 他為什麼寫這篇文章 原因是因為他認識 他說他不是民進黨黨員 但是他認識很多民進黨 非常資深的黨員 其中一個老黨員哭著淚 所以說就很心碎嘛 跟黃月衰說 你不要再去支持 王世堅跟高家瑜 因為過去這一路走來 因為王世堅也發生了 一些情感的問題 高家瑜也發生了情感的問題 那黃月衰呢 在這個路 黃月衰姐姐 他在這個路上 都有替這個王世堅 跟高家瑜來打氣 但是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他其實很支持這兩個人 所以對黃月衰哭 黃月衰覺得很奇怪 他也覺得這些老黨員 為什麼要在我命前哭呢 一解釋他說懵了 他直接說一句話說 這也就是賴金德 現在遇到的問題 他說你現在為了媒體增量 你把民進黨當作是你的腳踏板 你為了就是你個人媒體的增量 他也不能理解 王世堅為什麼改變這麼多 他以前覺得王世堅 不是這樣的人啊 為什麼這一年他變了這麼多 而且我最不能接受 王世堅的事情是 你怎麼可以罵人家是太監 我覺得你今天可以就事論事 你不能罵人家對見 你今天是台北市的議員 台北市議員號稱全台灣 議會最透明的一個議員 你怎麼會不知道 公共建設如果有出事的話 你可以交正風嘛 你可以交這個 你可以直接就是 叫做所有的這個 我們按照流程 使公共委員會重新開會 討論這樣的案子 到底有沒有符合整個招標的流程 你怎麼可以直接講 叫林志堅關起來 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基本上已經讓民進黨的人 在這個失敗過程當中 在這個傷口撒岩 雪上加霜 我真的 我其實我不能理解 王世堅為什麼會變這樣 其實我們認識他很久了 我們也請他上過節目 也跟他一起同台 其實他過去的態度 讓我們覺得他是漢子 但是你現在怎麼會為高宏安講話 那麼去踐踏林志堅呢 那你踐踏林志堅的時候 確實你的聲量又增加了 可是我又很好奇 你需要這樣的聲量嗎 好 所以呢 黃月衰說一句話說 講得很直接 你怎麼可能現在 就指的是王世堅 你怎麼可能怠慢到不求證 拿錯誤的資料 來攻擊你的同志呢 再說一遍 你王世堅怎麼可能怠慢到不求證 用錯誤的資料來去抹害你的同志呢 他說這是有同志情嗎 林志堅是欠你什麼呢 我不懂林志堅欠你王世堅 什麼東西呢 最後他說了一句話 他已經跟這兩個講清楚了 你們最後結果是 因為你們現在覺得 你現在是中山大同的第一高票 你現在是內湖南港的第一高票 你覺得你大委到民進黨 必須要支持你嗎 你大委到說 即便民進黨支持者對你 已經反感了 你也不在乎嗎 王月社講一句話說 如果當民進黨做了決定的時候 你會面對一個問題 你會非常迷惘 迷惘說 你到底未來的政治的路 是往哪一走 是要繼續在藍色跟白色之間 咬著你的尾巴 追求藍色跟白色對你支持嗎 如果當綠的不支持你的時候 難道你的未來 尤其高嘉宇還年輕才40歲 難道你的未來 我覺得黃月社講這話有道理 難道你的未來 就要靠著藍色跟白色 搖著尾巴 祈求他們投票給你嗎 難道這就是高嘉宇 就是王世堅 你要的未來嗎 是 這高嘉宇跟王世堅的諸多言行 真的是傷透支持者的心 那不過藍營那邊就說 這兩個人是所謂的民進黨的良心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如果說開除他會有這個 比較嚴重的後座力 來議中 那難道呢 留在綠營跟藍營 里應外合 對民進黨就比較好嗎 這確實是現在民進黨所面臨的兩難 就是說基層的支持者 所謂的比較基本交易的這些 鐵綠的 他們確實是有那個情緒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只 其實不只昨天那一場 就很多場一錄下來都是這樣 可是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你知道昨天那個影片 就是剛剛沒開始看到 就是這個高嘉宇這個影片 他這個一剪 因為有人錄嘛 沒有兩個小時 所有的那些藍營或是白營的 那些所謂的網路媒體 全部都在瘋傳 而且還上字幕 大家要知道 像我在綠營看到的是 就是只有這個 沒有沒有上字幕的 可是我在藍營朋友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YouTube 或是這些影片看到 他還加字幕 他還有加標題 這用意是什麼 你看他標題寫什麼 他說這是共產黨鬥爭文化 民進黨容不下高嘉宇 標題都這樣出來 文革 現代文革 對 就是他標題 他還你知道還有加那個特效 所以那個顯 而且不同的平台 然後剪得還不太一樣 可是影片都是同 就類似的影片 然後加上不同的特效 然後在自己的那個社群平台 在那邊瘋傳 所以他進場揮手 的確是精心計算過的 我沒辦法去揣測這件事情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現在在這個節骨眼上 剛剛美美姐有提到 這是一個情緒的問題 像財經網美 無財評也有講 這時候如果你砍中刀 當然砍黨計處分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 很簡單 那其實這時候情緒 也就抒發了 但是這個時候你要發現 這個時候其實對民進黨的傷害 可能會更大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藍營當然他們是 藍白營他們是拍手在那邊叫 反正他就是你把高教育 轉好戲 反正你們開戲 而且還行說 你民進黨就是共產黨的形象 但是這裡面有一群年輕的朋友 他可能會 因為這些年輕朋友 過去八一七萬 他是導賊英文的 但是這次他們沒有導賊英文 所以但是這些年輕朋友 他們基本上是喜歡高教育 跟王世堅 所以你看王世堅之前 參加那個岩上王世堅 有沒有 那個博恩那個 那個多年嘛 那個票是秒殺 然後他還加開那個電影場 一樣秒殺 所以這個秒殺的過程 然後影片釋出來以後 他那個結束 禮拜六那個活動結束以後 影片釋出來 網路上都在瘋傳 就年輕朋友 他們是喜歡高教育跟王世堅 先姑且不論他們是不是 你剛剛講 確實有一些地方 所以在青頭人講重話 批評可以 但是你要基於事實的批評 可是我現在講說 在這個節骨眼上 你的情緒正緊繃的時候 如果這個時候就立馬就開大刀 那就趁了敵人的意 這斬掉最好 你看那個聯王事件其實斬掉 然後他們就可以繼續那個 繼續操作 就說你們就是共產黨 民進黨就是共產黨 不悔改 就是這樣 然後又要事到他們淘汰 容不下這個多元聲音 所以我現在講的是說 我觀察到的是說 這個情況下 變成是人家很開心的 在看你們內鬥 看你們這樣也成這樣 然後最好 然後乾脆就把他們斬掉 一次就斬掉兩個 現在旁邊有人可能在暗爽 所以因為你知道 他系統性的作戰 讓人家覺得有點恐怖 我覺得是毛骨悚然 然後那麼巧 影片剛出 就是影片剛錄出來以後 每兩個小時已經 沒那麼久已經咬得這樣 噼噼噼噼 剛才傑銀哥也說了 我相信今天網路溫度鏡 你第一名就是這個 我這樣懷疑高嘉瑜 昨天亮的一種 笑著揮手進場 難道是背後都設計好的 因為有人在幫忙這個轉播 所以現在是有人在討論說 是不是背後有在 但是我姑且不管 不管是怎麼樣 但是現在就是說 有時候這個冷靜 但我相信賴慶德主席 准主席他也感受到這個壓力了 所以剛剛岩慰那個四點聲明 其實就很清楚了 就是說過期就過期就算了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正準備要團結 因為未來的這條路 還很漫長 民進黨也是要小心處理 不是說就要貿然開除 有時候你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 真的就斬了 我還要斬沒什麼了不起 黨員檢舉 然後去黨紀處分 這都不是問題 可是這個處分有很多種 你可以最輕的 可能要求申戒 然後或者是停權 甚至就開除 這個不是什麼問題 問題是插車就是說 有很多人等著 見縫插車 大家的看法不一樣 也都是基於民進黨好了 這個我沒什麼意見了 不過聽了以後 我非常的疑惑 現在離選機構 整整大概一年 現在不動手 什麼時候動手 我沒有叫你要 一定要開除大黨籍 你要根據他的 范逸連 我告訴你 王世堅 跟這個高嘉瑜 他們如果還再加一個 何志偉 他們的程度都不一樣 沒有人叫你要全部都開除 我沒有說全部都要開除 大家都說 好像現在黨紀處分 就是開除 黨紀處分 是要讓你知道 這個黨是有紀律的 過去幾年 我講話難聽了 還有那個民進黨的前輩 去幫敵人助選的不是嗎 都沒有處理 為什麼 言論自由 大明大晃 開除了 如果把它開除 把它處理了以後 會有反效果 會怎麼反事 會不會一大堆就對了 那這個黨永遠不要 不要開除就好了 這黨永遠不要紀律就好了 我講坦白的嘛 你說剛剛講到年輕人是吧 言上我也知道啊 去的人 自己站起來 難道不知道去的以後會不會怎樣嗎 他們謀取的是什麼 謀取的不是有聲量嗎 不是這樣子嗎 然後 為了網路有聲量 所以你就必須丟回來 事實上就沒有正義 是這個樣子嗎 網路有聲量 就是對的嗎 不要開除 網路有聲量 我問你就是對的嗎 對 還有年輕人喜歡王世堅 年輕人喜歡王高雄 那他們都有事啊 我現在講的是是非對錯 講的是正義價值啊 為什麼 因為講坦白的啦 817萬投給蔡英文的原因 有一大部分是因為對手是韓國瑜 你搞清楚耶 未來賴清德的得票率會從817萬往下掉 未來國民黨不管是侯友宜還是郭台銘 他們會問5502萬往上加 你要搞清楚 還有一個人叫做柯文哲 這些柯粉這些有些支持年輕 柯粉柯文哲的這個年輕人 他票會投給你嗎 所以事實上你自己本身 你如果基本盤都過不住 不要去給我鬼扯什麼中選選民跟年輕人啊 現在我問你 剛剛延會講的沒錯啊 我全國三個月的時間在全國這樣跑透透 他們最討厭藍綠兩個女人啊 藍的就是徐曉青 綠的就是高嘉瑜啦 就是綠的就是高嘉瑜嘛 為什麼我們都聽得到 你黨中央聽不到 然後他如果不傷害 他今天怎麼講 他今天說判支持者誤彼此撕裂 撕裂的人是你啊 對 撕裂的人 製造撕裂的人是你們啊 是你們 以後說我的支持者不要撕裂啊 封封這樣裝可憐就過了 然後呢繼續撕裂 柯文哲不是一天到晚道歉嗎 到晚簽以後今天到晚簽 明天再犯 不是這樣子嗎 他就是柯文哲 雲板柯文哲嘛 哦難道我們就這樣子 姑息養奸 然後繼續讓他繼續消氣嗎 我說過啊 黨紀處分只是一個態度 不是說你非把他開除不可 哇把他開除了不得了 他們的民進黨聯繫 然後其他人服事單單 我問你 你以為 都不做任何的黨紀處分 都不做任何的處理 這些所謂的藍白就不會服事單單嗎 不過易中兄剛剛講到一個道理啊 那個我也看過啊 昨天影片一出來了以後呢 馬上就有人做這個東西啊 那你跟你說什麼 跟你說民進黨你的腹在中間 什麼意思 想這樣的東西 在網路上利用網路快捷快速 然後你來不及去澄清的情況之下 去年選舉有什麼事 因為假新聞假訊息 然後你民進黨好像殭屍一樣 你就任由這些人 柔令讓人家假新聞這樣不斷傳 到投票那一天 還有人說 陳時中為什麼要去性騷擾人家 天啊 這就是你民進黨要檢討反省的地方 兄弟啊 好 再來關鍵的發現金的議題 中央發6000 現在還在立法院攻防 那民進黨的竹北市長 鄭朝方率先拍板 加碼發6000 不排富不分年齡 在竹北市有21萬人會受賄 那總共的經費大概是12億7000萬元 那昨天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馬上有一大堆人就要去排隊 說要簽戶籍 要簽進竹北市 先瞧這個簡明哥 竹北市看起來蠻有錢是不是 稅收超真 鄭朝方真的是 帥先真的是 而且我覺得引發效應的絕對是 現在大家就逼著 你藍一線是要不要跟進啊 對這有點突襲 尤其是之前都沒有任何風聲 那突然之間就 我們在我們是竹北人嘛 所以馬上各個竹北的內部網站 還有訊息都傳到 就是要發6000塊一個人 所以我對笑到蠻開心的 當然沒有錯 我們都是會捐出來 就是例行在過年前都會捐錢 那因為我家是兩個人 我兒子在台北 所以就兩個人就1萬2 謝謝 當然這個錢是會捐出去 但你知道這件事 你就不用去簽集了 昨天一個人去排隊 昨天大家都在講 雖然我知道是 昨天還可以簽集 但我沒有打算 把我在台北的兒子 送去簽集 但是昨天總共有1200人去掛號 成功的是853個人 對853個人 那你知道整個戶政事務所 是忙到今天的清晨1點半 才把這些人全部簽完 那總共簽 那最高的是一戶簽了8個人 一戶簽了8個人 所以8648 就是48000塊 但是如果他是簽過來 但是他實際上沒有居住的話 後面會檢查 他說會去查核 你到底有沒有居住 最高是一個人是罰 就是一戶是罰9000塊 不過這8戶沒有關係 因為扣掉9000塊 他應該還有很多收入 所以也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在這麼短時間 要找到房子 好 而且對方是願意讓你這戶籍 簽進來 好那這昨天是非常瘋狂 整個竹北市基本上是非常開心 就大家都覺得有這筆錢 那到底為什麼他可以發放呢 那我們都知道 因為竹北市這幾年 有許多重劃區 那重劃區呢 都蓋起房子 限制一期 限制二期 限制三期 所以那個什麼 一些房屋税等等 對 房屋税 這個很 超增非常多 而且你來竹北都知道 我們新的房子都蓋 不是給你蓋什麼15層 太客氣了 我想也會在旁邊都知道 全部蓋什麼20幾層的啦 2030層就對了 所以那一整層裡面 住很多人 那當然就這個房屋税 就收得非常驚人嘛 那總共他易收的金額呢 媒體上都講了嘛 一個竹北市 易收的金額是50億元 應該說超增啦 對 超增 超增 比預期多的 超增50億 50億 50億 這太有錢了 只有20萬的人口 20萬的人口 貢獻了50億 而且他沒有負債 沒有負債 竹北沒有負債 就是20萬人口貢獻了50億 太羨慕了 所以等於是每1萬人口就貢獻了2萬多的錢 所以當然在這情況之下 昨天就在市民代表會一起努力之下 迅速通過了這個法案 這6千塊就公布出來 那當然是因為按照時間的話 應該在過年後可以拿到 當然我必須說一下 因為竹北市平均所得在全台灣 已經是第一名了 第一名了 因為我是就一個區域來說 那當然要跟這個新竹市要比的話 新竹市是官埔啦 現在是全台灣最有錢的地方 一個是官埔區 一個就是竹北市 但是問題是 這個地方顯示一件事情說 確實在去年的一個狀況下 跟竹科搭上關係的 是有賺錢的 大爆發 大爆發 那當然因為新竹縣 它並不是一個直轄市 它沒有所謂單區 因為如果按照這情況下 可能在台南的某個區 可能那個區的利潤也很高 因為靠近南科的 那可能在這個龍潭 龍潭區 可能那地方也會賺很多錢 但因為它是屬於直轄市 不能單區來看 可是大家思考的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過去兩年 我們中央政府是比預算多出了 這個獎良加起來是9000億的話 其實我們按照這個理論來看 全台灣很多地方 其實它收益很高 就只光這個新北市 新北市去年超增多少錢呢 超增百億 去年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怎麼去揭露這一百億 超厲害的 就一張A4紙 說我們今天 我們去年有超增錢 然後就結束了 就一字千金 然後很多的議員就問說 是怕人家的 很多議員說 這個錢花在什麼地方 沒有答案 然後旁邊的國民黨的議員就說 這個不重要 不用問 然後民主黨就問說 你這個超增的錢 比預算多的錢 是花在什麼地方 旁邊的議員就 這個國民黨造型說 這個沒有關係 一定花在我們該花的地方 然後接著 那就有人就問他說 那你比預算多了一百多億 那你為什麼要舉債 那這很正常 議員要問這個問題 然後因為他們時間 超增還舉債 對 超增還舉債 這個新北市舉債很厲害 新北市沒有指標性的建築 可是他們舉債 還要增加 每個部位都喊窮 新北市沒有什麼重大建設 對 沒有 所以這錢在哪什麼地方 1800億花什麼地方 是很多的錢 花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就要問了 所以議員就問了 議員又問就要說 那你現在這個超增了 那你有那麼多錢 為什麼要舉債 那你知道每個議員 發問只有三分鐘 這問題是很精準 你知道議員一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國民黨開始鼓噪了 那錢不是花在你的地方 你沒看到嗎 你做議員做什麼地方 你要干擾 民進黨的議員去問 第二問題 超增怎麼超增的 第二 超增錢花在什麼地方 那竟然有超增為什麼要舉債 那舉債錢是放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只要 他們想掩蓋什麼 只要民進黨的議員 說這個問題的時候 國民黨議員就開始鼓噪了 那所以就有人就抗議 在尾聲就抗議 為什麼我講話 你們這些要干擾我的時間 可不可以跟台北暫停 可不可以新北市沒這回事 就是給你三分鐘 你不論你三分鐘 你大聲的講 小聲的講 你就只有三分鐘 旁邊人插話或者是議長 官員回答你回答五四三 你就是三分鐘 所以他們就覺得奇怪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既然你們國民黨 對於這個包括高嘉瑜在內 對於去年我們收了 4900多億的這個多多錢 這麼多的意見 那新北市多收錢還舉債 那這件事你們沒有意見嗎 是 竹北市長鄭朝芳 真的是率先這個發這6000塊錢 引發會不會有所謂的外溢效應 那這個也是相當諷刺 大家都把票多數投給了國民黨 那國民黨的縣市 剛剛前面給我說 新北市超增這麼多 我們看到光在台北市 就這個八年超增了217億 新北市也有269億 台中市也有120億 那為什麼不還稅於民 這幾個縣市看起來都行政失靈 失靈的結果反而是超增越多 正好我們看到 藍營的縣市是不是應該要錢 然後還稅於民 應該來照顧一下民眾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那些國民黨說要發1萬塊的人 現在都跑去哪裡去了 對不對 你當家才吃到柴米油鹽苦嗎 那個時候我坦白講 我是很少數在那邊說 我不願意發先籍的人 可是還記得嗎 觀眾朋友回去看 因為我幫大家算了嘛 什麼中油虧多少 台電虧多少 要去填補嘛 可沒辦法 民意壓力太大嘛對不對 所以最後民進黨政府還是發6000塊 然後呢發6000塊 國民黨還說不夠 要發1萬對不對 然後呢民進黨內部還有一些人 包含高嘉瑜 不夠 要發1萬對不對 那好啊 那今天要玩大家來玩嘛 我今天就把大家把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超增多少錢大家還算出來啊 台中市 台北市一人可以發8000 台中市一人發4291塊 新北市發6700嘛對不對 每一個人被問到都說好好做事 對不對 都說不發心 發財也沒跟他說暗卡嗎 對啊 新北市一位 在掩蓋什麼 就說我沒有抄真就結束了 對 為什麼怕人家知道 對啊 就是說你看 當你被人家講說叫你發錢的時候 就說我要做出有感的事證 錢會花在刀口上 盧秀卞更好笑 盧秀卞回答說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他回新年快樂 就是我跟他講 這些東西就是 你當在野黨的時候 站著說話不腰疼嗎 那可是問題是 當你變成執政黨的時候 你就做不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呼籲 各個縣市 台北市新北市 還有台中市的民進黨議會黨團 對不對 當初國民黨怎麼數落你們 民進黨執政府呢 你現在就怎麼去數落那個蔣萬安嘛 怎麼去數落那個口友宜嘛 怎麼去數落這個盧秀卞嘛 對不對 這很簡單嘛 但他標準一致啊 以後大家亂花錢嘛 我跟你講我本的財政紀律 我根本就不覺得該花錢 你要有餘餘才發錢嘛 對不對 這是一件事 還有像竹北市沒有無窄 另外一件事 竹北市也有錢 竹北市真的很有錢嘛 這沒辦法啊 竹北有錢就不得了啊 我到現在都還生氣 差不多十年前我在竹北 那個新竹念博士的時候 房東說竹北新房子 那個兩房一體頭 賣我兩百萬還是三百萬 我說 我說我有兩百萬三百萬 我去買跑車幹嘛買這個 現在一千五百萬 要買房子啦 對啊 不過那時候 博士生我哪裡來的錢嘛 可是竹北市真的 漲很高很高很高嘛 對不對 那當然是有餘餘啊 可是問題是這件事情 就會對其他現實造成很大的壓力啊 對不對 所以我坦白說啦 那個時候民進黨怎麼樣被國民黨虧了 各個民進黨現在私議會黨團 去虧國民黨的啦 虧到最後到底成不成另外一回事 要讓民眾知道 不要養成壞習慣 不要看 每次看到有操增就發錢 有操增就發錢 有時候叫做量入為出 有時候量出為入 我今天今年我多錢 可是明年我們預估可能經濟沒有那麼好 可能會稍微下滑一些 我們是不是口袋要存一些錢 不要逼著政府當越關注 對的確 那我在這邊要先講啊 我覺得我們的這個 校聯起定政朝方真的是不簡單 他可以在這個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突然間宣布這個大消息 哇 昨天下午真的是 我覺得整個網路沸騰 然後整個辦公室的氣氛 都是很浮動的 像那個傑民哥沒開眼笑 我們真的是隔著頭前夕 就一條細量樣勤 你知道嗎 下巴都快掉下來了 對 我覺得要提的第一點是 這個相對剝奪感很大 相對剝奪感 因為大新竹是一個共同生活圈 高鴻安市長也很喜歡提這個 共同生活圈 結果他們可能都在園區同一間公司工作 甚至可能同一個辦公室 就有人可以領六千塊 有人就一毛都沒有 那我們來說這一次是因為稅收 那高鴻安現在忙著挖土是吧 忙著到處去挖那些地下廢棄物 他到目前為止都在做負面表裂的事情 他並沒有做什麼真的正向的 然後讓新竹市民有感的事情 這是事實 我覺得 在這裡我有提供了一下過去的數字 我覺得人家會問說 新竹市有沒有本錢發 因為新竹市也被歸類為一個 是這個稅收不錯很有錢的城市 雖然說竹北的財政狀況可能更好啦 可是我們來看 其實地方稅有六大稅 那看得出來是地價稅 土增稅 房屋稅 牌照稅 汽稅 印花稅 還有娛樂稅 那我們看到其實增加最多的 收入最高的 過去幾年 在竹北跟新竹市的情況都一樣 是土增稅跟房屋稅 是會比較多的 那因為竹北是一個新的重劃區 新興市政 所以相對來講 他連地價稅都不少 這三項加起來 就是收入的最主要增加的來源 對 那我們來說 新竹市因為 新竹市因為 對 超增多少了 新竹市啊 我們來看 因為今年2022年 去年的決算數還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光是看2020跟2021年 這兩年的超增有18.35億 哦 18億 對 如果 當然啦 跟這個竹北比起來 可能就沒有那麼多 竹北有超過50億了 50億哦 對 因為竹北 它等於是面積小 密度高 然後稅收又高 新竹市還有一些比較這個 像香山區啊 或北區啊 相對來講 比較沒有那麼富裕的區啦 但是兩年18億 對 18.35億的話 我們除以新竹市的45萬人口 每個人其實是可以領到4077塊 也不錯哦 也是有算出來的 然後呢 我還特別去算了 如果是從2015年 也就是說這個林市長 林市監市長就職 就上一任的新竹是什麼 過去七年的超增的話 如果你把過去幾年 都算進去的話 因為再往上啊 其實是負的了 其實是沒有收入了 那過去的七年加起來 有13.99億 除以45萬人 每個人其實也有 可以領到3100元 所以其實是不錯的 第一點 我們有錢可以發 而且我們就在竹北的旁邊 真的新竹市的市民 相對剝奪感很嚴重 所以要去督促一下 我覺得要督促一下高鴻安市長 因為這些尤其是啊 緊鄰著竹北 這些新竹市東區的人 很多都是他的選民哦 我知道在科學園區 其實很多的選民 都投票支持高鴻安市長 像這一次啊 藍白陣營還有啊 雙北台中更要啊 對 因為你看哦 你看像這次政朝番 為什麼那麼快可以通過 他的世代會有通過耶 世代會是所有的市民代表 就是說全部都沒有意見就通過嘛 那剛剛不是這個 藝中有提到一個 台灣民眾黨的 世代就很高興的 跟你講 哎對啊 台灣民眾黨其實在議會 在這個立法院黨團啊 他們是提出訴求 也是要還稅於民的哦 對 他們說也要1萬嘛對不對 對 是他們自己講的哦 超真的1800億要還稅於民 而且民眾黨團呼籲 要直接發獻金 那我在這裡就要請問高鴻安市長 你是不是應該要遵從 這個民眾黨利益院黨團 你們自己的訴求哦 然後隔壁的 竹北的 世代 台灣民眾黨也這麼高興 照顧我們新竹市的選民 我覺得我們有錢 又有這個訴求 應該要發 對 逸中你覺得要怎麼樣去這個 把這個聲音傳出去 讓高鴻安知道 叫他不要再去忙那些挖土 那種沒有幫助的事情 現在就是要利用挖土這件事情 去打林志堅 你現在變他的提款機 他矛起來離提林志堅 但我要講的是 然後去蓋掉他自己司法上的那個問題 但我要講的是說 做市長 心力除幣是兩個 好 你現在你要除幣 那是不是幣我不知道 但是你就是矛起來 你還找了檢察官當你的副市長 可是對市民來講 心力很重要 心力是最重要的 剛剛顏慧講得很好啊 過一條頭前市 隔壁就是我們新的市 我現在我們下巴都快掉下 人家八市是這樣做的 其實我們大新竹本來就是一個生活圈 新竹市竹北市最靠近的 所以我現在 然後民眾黨 你看我剛剛已經提到了嘛 你自己民眾黨的竹北市代表 還叫大家趕快簽戶口 叫做懂的人就懂 那我現在懂了 懂了以後 你們的民眾黨籍的市長 要不要也來 懂的人就懂一下 他現在用電視 他現在沒說話啊 沒說話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躲起來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剛剛顏慧有講 我們新竹市 其實稅收也不差 我沒有說 你一定要比照竹北發六千 但是至少 對行政啟明來講 四千塊可以嘛 而且我們部分黨派 我們做的議員 這是一個感覺的問題 那一樣 那你當然這件事情 還是要議會通過啦 那你市長 你可以提案嘛 你提案以後 由市議會來討論 其實他最重要的是 要跟大家報告 他要怎麼做 那這些被欺負 就他 他有沒有去調查 去瞭解 到底有多少 像這些細節 也可以顯示說 高宏安確實是一個空降的市長 對 他在到新竹選舉之前 對新竹市完全不了解